这世界上有一种傻子 他们做事情没有什么目的 所以才动人 才珍贵看了东哥这么多部剧 这么多的角色 其实最喜欢的还是斜杠 青年陈浩从造型上看 东哥的刘海放下来 是为了更贴近角色 刘海放下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很简定 也有一种比较皮的感觉 虽然这个造型不像把刘海梳上去那样 可以更加体现东哥五官的精致 但是丝毫不影响东哥的颜值 对于陈浩 喜欢他的毒舌 喜欢他的担当 喜欢他的自信 喜欢他的自意洒脱 喜欢他的意气 喜欢他分析情感时的头头是道 也喜欢他穿着白大褂的认真工作的样子 喜欢他的单纯 喜欢他心存美好 喜欢他像鸵鸟一样的逃避感情 喜欢他不管经历 多少依旧的坚持出心 喜欢他把自己藏得很深 喜欢他遭受挫折 遇到困难 持了担当和责任感 喜欢他的真实 在身处困境时 他也会伤心难过 甚至有点小颓废 也会醉酒成好 这个角色我觉得很真实 并不是什么高大全的完美角色 他有缺点也有软的 面对困境也会失望 也会绝望 我觉得剧中罗月的一句话 又在陈浩身上 再合适不过了 这世界上有一种傻子 他们做事情没有什么目的 所以才动人 才珍贵 他当恋爱顾问 只是不希望别人 像大学时代的自己 因为少了那么点勇气 而错过了自己喜欢的人 作为医生 他只想尽自己所能 为病人为医疗行业 做出贡献 喜欢这样心存美好的大傻子 陈浩愿所有心存美好的人 不受伤害 坚守初心 大傻子